当中国大陆有围点打圆的战力的时候 它还是维持了过去的前沿不复 所以东北亚的局势 随着4月30号 小马克思到美国白宫访问 是否有重大的改变 就要看美国怎么跟小马克思总统会谈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4月30号菲律宾迎来了一件大事 就是继韩国总统尹熙岳之后 小马克思到白宫进行访问 这个是拜登亲自邀请小马克思到 美国访问 我们可以说小马克思 因为他父亲的关系 他母亲的关系 他曾经是美国司法部通缉的对象 这一次出人意料之外的 过美国白宫的邀请 访问华府 这说明美国有意将韩国 日本跟菲律宾连接起来 就是美国认为他的第一岛链 如果不把菲律宾纳入的话 第一岛链将不复存在 我们现在来看 美国在东北亚现在的部署 它核子动力潜接要部署在韩国 它B1EB跟B52轰炸机也要进驻到韩国 以防止东北亚局势的变化 这个过去在部署在 关岛的部分的军力 要转移到哪里 要转移到韩国 核子动力攻击潜接 还有核子动力潜接 核子弹道导弹潜接 那换句话说 几乎美国把他的核武大伞 完全打开 他要护卫韩国 护卫韩国 这个是李其越 尹其越 他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 所得到的结果 那这个政治代价大概三个 第一个三星的问题是要解决 否则三星一垮的话 你韩国的社会问题会非常严重 第二个对日本关系的环境 就是说他放下百年恩怨 不让日本下跪 那同时恢复日韩之间 二加二的会谈 那第三个 美国把核子打击武力 放在韩国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表面上针对的对象是朝鲜 但是实质上 大家心里清楚 他完全是针对中国大陆而来 那在日本西南诸道 他把东亚最大的火药铺 放在了西南诸道 其中二分之一也要移到台湾来 好 然后在西南诸道 过去是属于保安厅管辖的 海上保安厅管辖的 好 他完完全全交给了自卫队 就是日本自卫队 就是日本防卫军 好 部署反舰导弹 防空导弹 未来不排除 未来还不排除 进驻其他的部队 像电子侦察部队 像海军部队 舰艇部队 同时美国同意日本改装 所谓的护卫舰 就是出云号 两艘出云号 全部改装为通用甲板 通用甲板 美国卖F35B 24架给日本 就是垂直起轿 就是使日本正式成为 有轻航母的一个国家 这个是日本 那在菲律宾方面 菲律宾方面 我也说过 除了肩并肩 演习以外 九个基地 增加了四个基地 两个针对台湾 两个针对南海 那换句话说 从美国的整个的 东北亚的布局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等他布局完成的时候 他会要找小马克 小马克思到美国访问 显然就在谈这个问题 除了谈这个问题 军事问题以外 那更重要的 美国也会对菲律宾 给予优厚的防卫贷款 甚至于无偿的将海军 或者是空军的装备 给菲律宾 那更重要的 就是说美国要消除 小马克思 亲中的心理 那从这一些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美国现在对于 小马克思的亲中立场 好 是有质疑的 但是不能忽略的 小马克思总统 是东北亚领袖当中 唯一见过毛泽东主席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 跟他母亲 跟他的父亲 母亲以美代 父亲马克思 到北京做过客 所以我们可以看 现在美国 在整个菲律宾的布局 已经不像过去的 肩并肩演习 肩并肩演习 过去是登陆反登陆反口 然而 为了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 美国对于 小马克思的亲中 过去是有余力 现在呢 让一个通缉犯 成为一个坐上客 就跟他要好好的讨论 第一岛链战略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 美国现在在东北亚的布局 跟特朗普时代是完全不一样 特朗普时代是主张撤军 为什么 原因非常简单 你各个住地 你当地政府 你要付费 不是让我美国 自己花费那么多 就在你这个地方驻军 特朗普那个时候 都要从韩国撤退部队 那现在呢 完全改观 就是说 他已经不谈驻军费 过去困扰韩国的驻军费 文在云政府在的时候 美国就是一口气 你要求你要支付多少钱 日本也是一样 那现在这些问题统统不谈 而是说让美军进出 因为美国现在发现 美国现在终于发现 当中国大陆有围点 打圆的战力的时候 他还是维持了过去的前沿不服 所以东北亚的局势 随着4月30号 小马可思到美国白宫访问 是否有重大的改变 就要看美国怎么跟 小马可思总统会谈呢 并且 roof stock下小马可思 然不可能 过去困扬 人 numbers 怕了 死亡 仇她